之前呢,同學問我說 數學者該買什麼樣的相機呢 想一想,我還是推薦我現在手邊正愛用的M50好了 M50呢,有非常多的優點 即便到了現在2020呢 我覺得它還是非常適合數學者 也是我現在很愛用的隨身機喔 它有什麼優點呢? 我覺得就是有五種優點 第一個呢,是非常的輕便 第二個呢,是便宜 第三呢,就是它的對焦 非常的Smooth,非常的快 以及呢,它的畫質 在稍微調整之後呢,也祝福大部分的實際使用 另外呢,就是它的錄影功能呢,非常令人激賞 首先呢,非常的輕 而且呢,它具有單轉螢幕 可以當你在Blog的時候 很容易可以從螢幕裡面看到自己的樣子 單手呢,就可以開機,設置,Q-Menu 以及光線快門,感光度 然後這破光三角的快速設定 單手就可以完成喔 二國七呢,基本上可以輕易的塞進口袋 一些隨拍場合 或許思索按鈕在哪裡 隨手可折的那種操控快感 這麼小的相機其實就可以帶給我們喔 就像這樣子啊,就是單手手持操作拍攝 非常輕,easy to carry around M50用起來,就是這麼的小小可愛 這裏面呢,它有2480D相數跟1080D跟4K的主流的參數 所以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呢,完全不用擔心它的畫質的問題 在YouTube或者是其他平台呢,它的影片的數值呢,都是非常的清晰 它在使用的時候,特別是Canon它獨特的那種,比較柔和的發色 在拍攝的聯想,特別是Vlogger在自拍的時候 皮膚呈現上呢,都是能力人滿意的 在麥克風的使用上呢,它有一個麥克風的接頭 它可以讓你外接3.5吋單指的麥克風 使用熱血來裝置麥克風,拍攝到的奧爾格,可以聲音的收入 自拍,除了使用它的不準螢幕之外,你可以使用Wi-Fi 連線用手機的方式呢,做遠端的監控 使用Wi-Fi連線呢,不管是拍照或錄影 或是更改各種光圈、快門、ISAR的設計 而且呢,你還可以用手機,即使監看Live View 畫面呢,去控制你畫面的開始、結束,是這麼簡單 比如說我將MPT,放在桌面上一槍 在某些情況下,沒有辦法用翻轉螢幕的話 你就可以用手機遙控,簡單的音質錄影 或是開始錄影這樣的機制 我們一個人,在一個屋頂上 就可以呢,使用翻轉螢幕嗎 以及挖在連線,看整個構圖 來實現自拍的功能 自拍記錄一些想法或idea的時候 都非常好用 簡單的結步驟呢,就是將照片呢 全回手機內,可以作為社群分享的應用 設定好之後呢,要開相機 Wi-Fi 功能會自動抓取已經注釋好的機器台 自動的,將影片啊,照片內容 上傳到雲端的伺服器 比如說設定的Google Drive 或是設定Flickr這樣的帳簧裡面 非常方便的Wi-Fi的功能呢 讓我非常推薦MPT作為一個 Content Creator 跟初學攝影的人 社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 都非常好用的一台相機 操控的時候可以容易地掌握 因為相機呢,非常的輕薄 快門旁邊的轉盤質感還是非常好 美麗的雕花 速感非常的優良 快門鈕的反應也算是有感 它的兩段式的拿捏呢 它能夠穩定地利用它來執行對焦的觸發 MFN 呢,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自訂按鈕 我把它設定成感光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MFN 按鈕 改變感光度的設置 這邊很容易就可以去做切換 最常用的就是錄影的功能 跟手動破關功能 然後獅子呢,可以很快地做開關機動作 這邊有破關鎖定啊 焦點設置 其實播放的時候的放大鎖小 這邊info鍵 光補償 可以同時可以做光線畫面控制的切換 然後這邊是對焦 手動對焦、重對焦 閃燈的控制 這樣是用不到 這樣這邊呢,會製設成白平衡的選擇 自動白平衡的白色優先呢,非常的準確 非常好用 至於下面的二種按鍵呢 在拍攝的時候把它設定成為 對焦區域的選擇 它可以開啟人眼、人眼對焦 區域對焦跟眼對焦 這邊就會快速做切換 分手非常方便 播放鍵跟Menu鍵也很就熟 整個Layout呢 如果沒有90分的話 應該有85分 而且MQFT它的自動曝光色調的調整 都非常的智能 沒有畫什麼很大型 這邊有沒有看到 它的電子防手震呢 非常有效喔 在22mm全幅的在等效35的時候 它能夠有效 這樣手持的晃動呢 就底效 這是電子防手震的功利喔 現場呢就用M50來拍一些櫻花的小片段 單手可以操作囉 我覺得那是一開始的 四十一開始的 是四十一開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